我女儿在五岁的时候呢 她有过敏气喘 非常严重 所以那个时候也吃了很多药 也都医不好 她练完一年之后呢 她就完全好了 所以一年后我也来加入这个美门 因为来练气功 对不对 然后师父 李师父呢就交给你三招 把我们这个沉睡的神医啊 给唤醒了 这位与生俱来的神医 每个人身体里面都有的神医 它叫什么 名字呢 当我们人生病的时候啊 真的是叫做神医难求啊 我最近才刚刚听到一个故事 有个朋友生病了 结果呢 他为了要求得一个名医哦 还不是神医哦 名医远在美国啊 然后他得每个礼拜去做治疗 买一张飞机票 直接飞到纽约去做治疗 来来回回来来回回 所以呢 当我们真的病了 真的需要医生的时候 能够求得一个神医多么的开心 再不远千里呢 我们都愿意去 但是各位您知道吗 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我们与生俱来 体内就住着一位神医哦 这位神医 他可以治疗我们身体 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疾病 甚至百分之九十的问题 他都可以做处理 而且更厉害的是 这位神医他自己开药局 他所有的药品 所使用的东西 全部不讲外求 都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所以这位我们体内的神医 我们与生俱来的神医 自己在身体里面 找药的这位神医 到底是谁 我们今天请到一位特别来宾 来跟大家一起探讨这位神医 他也是美门的资深教练 屈小林 他在二十六岁的时候 医生就说 哎呀 这屈小姐啊 您二十六岁方林啊 可是您却有着六十二岁的身体啊 哇 因为他当时身体的毛病 真是非常多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人呢 他很幸运的是在三十八岁的时候 知道了身体里面 有这样一位神医 透过妙法 他把这神医叫醒了 让神医为他工作 于是改变了他的生命 好 让我们一起来欢迎 屈小林师姐 来跟所有的观众朋友问好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来 小林师姐请坐 我们今天特别请到屈小林啊 就是因为他这个有非常丰富的经历 就是他的神医唤醒之后 他一路走来 那想当年这张非常模糊的照片啊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什么时候拍的照片 就是大概26岁的时候 26岁 来我们看看小林师姐现在 噔噔噔 不灵不灵不灵 现在又年轻又漂亮 不仅动领还逆领 真是 怎么会26岁的时候 这张照片看起来就又很严肃 然后看起来又好像很疲累 在那个时候 我身体是什么样一个状况呢 其实我在学生时代 一直都非常的要求自己 一直知道读书 然后要求这个成绩好 然后到工作的时候呢 就希望能够求好表现 求神官 力求表现 对 所以呢 这个生活非常的忙碌 紧张 压力很大 所以身体非常的虚弱 很多的毛病 特别是肩颈痠痛 肩颈痠痛 头痛 头痛 还有这个背痛啊 还有尤其是 常常胃筋软胃痛 因为很紧张 压力很大 尤其睡不好 有失眠的问题 所以有花了好多的时间 精力啊 还有金钱啊 在寻访一些治疗的方法 包括去上健康俱乐部 做SPA 可是都没有用 都没有效 其实最可怕的是 我那个时候26岁刚进这个 对 那时候在中央银行工作 是做研究的工作 那个时候去做健康检查 是 就发现身上有四颗瘤 我26岁就发现身上有四颗肿瘤 那两颗在肝 而且我那时候是 B肝带原又一抗原 而且是中度脂肪肝 哇 简直是把我吓坏了 然后还有我的子宫有一颗瘤 然后乳房也有一颗瘤 所以医生那时候就说 你每三个月就要去检查一次 怎么把身体搞成这样子啊 所以我觉得很懊恼啊 是压力太大 对压力太大 很紧张尤其是缺乏运动 而且这个心实在很难放松 不知道怎么放松 所以生活很紧张啊 所以那个时候就找了很多的方法 都没有消息 那时候当你知道自己身上有四颗瘤的时候 你做了什么样的处置吗 其实很多人都建议说 那就那个开刀拿掉啊 可是我其实我不喜欢做这样子一个治疗啊 因为其实我一生也没有办法 给我保证说这样开刀之后就一定没有问题 对所以我就自己去找很多的这个自然疗法 所以一直到这个后来我的那个女儿 我女儿在五岁的时候呢 她有过敏气喘 非常严重 所以那个时候也吃了很多药 也都医不好 其实我也蛮忧心的 就是作为一个父母 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她要吃要吃一辈子嘛 是啊 所以这个过敏啊气喘 其实在台湾本土来讲 因为我们的空气啊 现在空气都越来越糟 对 所以像大都会区台北市 大概有90%的小朋友 都有过敏气喘的问题 对对 所以那个时候 还好我们那个有一个同事呢 他就介绍我到美门来练儿童气功 那我那个时候是家长的身份 然后我是看着我女儿一直来一直学 一直到大 所以他练完一年之后呢 他就完全好了 所以一年后我也来加入这个美门 所以等于是你跟着你女儿的脚步 也来开始练练看了 是我女儿救了我 真的是 因为这样子的姻缘呢 所以认识了美门的师傅 好好好 因为来练气功 对不对 对 然后师傅 李师傅呢就交给你三招 把我们这个沉睡的神医啊 是 给唤醒了 这位与生俱来的神医 每个人身体里面都有的神医 他叫什么名字呢 这位神医的名字是什么 就是自愈力 这个神医我们与生俱来 但是也许在我们生命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并不了解这个概念 于是呢 我们没有让神医好好的来为我们做事 反而神医没事干 拿去睡觉去了 所以呢 就这三招把这个神医给唤醒了 来第一招 天天运动 第二招 饮食习惯 第三招 快乐心情 这三招呢 搭配上师傅常常耳熟能详的三宝 李凤山师傅的三宝就是 练功 吃素 发愿 刚好搭配 天天运动 饮食习惯 快乐心情 那我们先来探讨一下 天天运动这件事情 为什么他对于 这个神医啊 有这么大的作用 能唤醒我们的自愈力呢 其实我开始来练功的第一天 其实就改善了我的睡眠 其实我有失眠的问题 因为这个工作压力很大 所以不容易睡着 所以第一天呢就一觉睡到天亮 一天很多年都没有睡这么好 对一个人能够好好的休息 对 这个进入沉睡状态 我们的自愈系统就会被启动 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是 所以呢 所以我就非常有信心啊 所以我持续每一天至少练一个小时 早晚各30分钟 而且呢我睡前呢还会做静坐 让我非常的放松 然后很多的整个杂念呢都去除了 所以这个运动啊 就是我们维持健康很重要的必要条件 那这个气功跟其他的运动 为什么他那么样对于唤醒神医 有这么大的力量是在哪里 我觉得很重要的关键就是那个呼吸 因为我过去以来呢 我都不知道呼吸的重要 我甚至会忘了呼吸 那后来练功之后呢 我就发现那个呼吸呢 就保持细慢长云 让我非常的放松 以前也都不知道怎么放松 那现在就透过这个规律的练习 规律的锻炼 所以让整个人身心都非常的放松 也就是因为我们身心放松之后呢 我们就能够进入很深层的安定状态 那我们曾经做过脑波实验 这个安定的状态呢 就是让我们的自愈系统就能够完全的启动 所以我们这个气呼吸的锻炼 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所以为什么天天运动 如果我们能够选择一个最有效 最能够含养的运动呢 那么就能够非常有效的提升自愈力 所以练功练气功就是很好的一个方法 我们讲到第二个点就是饮食习惯 那您在饮食习惯有做了一些哪些调整 是我开始练功大概两个星期 因为我一直有便秘的问题 结果两个星期之后呢 哎呦居然拉肚子了 哇身体变得好轻松啊 原来是出不来 而这下子可是很流畅 是是非常流畅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发现 哎那个我吃的东西呢就开始都变清淡了 慢慢的我也变成素食了 而且有开始有悲鸣心 而且闻到肉味也会觉得吃不下去 身体会告诉你该吃什么 哎身体告诉你哦 所以我们讲到这个神医啊它启动之后 其实它是会传递讯息给你的 重点是呢你有没有办法接收到这个讯息 以至于你就知道说我要顺着神医正在处理的方式 他告诉你啦你现在已经不适合吃肉了 你就慢慢的改变成素食的习惯了 事实上很多人都说哎那这个要身体健康要强化你的自愈力 那不是应该吃很营养吗 其实干净很重要尤其我有干的问题 我刚刚前面讲过又是抗原 又有肝又有肿瘤又有中度脂肪肝 所以你要胜选这个食物要吃的很干净 其实干净是比营养还更重要 是 这个师傅一直跟我们强调这个干啊不好啊 就是心肝心肝就是 干的问题很重要心的问题也很重要 所以这个所以我也在这个上面下很多功夫啊 因为在静坐的过程中就可以让我心非常的平静放松 很多事情就放下了 是对啊 所以在饮食习惯的改变上面 我们观念也是要调整一下 就是说营养固然很重要 但是你吸收得了的营养才算数嘛 是 才是有用的营养 如果说这个营养你是无法吸收的 其实它反而形成你身体的负担 对 那除了饮食习惯之外 我们讲到第三点就是要有一个快乐的心情 大家都想快乐啊 但是为什么很多人他就是没办法快乐 其实这个师傅的这个三个方法 让我改变了我的人生 对人生价值观也有很大的改变 我非常的感恩 所以后来我就辞掉了工作 全心全业当一个全职的义工 参加了很多美门的活动 而且在这个活动过程中呢 他们因为营甩而受益 也带到了健康 是参加你持续了工作 开始参加美门的什么样的活动呢 就是推广营甩的活动 这个是在2013年的时候呢 我们有一个美加的国际艺术节 还有北美最大的武术比赛 同时那时候我们办了很多的营甩讲座 其中我印象最深刻是 在加拿大的时候有一个妇人 大概66岁左右 她营甩了20分钟之后呢 居然她的 她说她出汗了 她说她好多年都没有出汗 她居然出汗了 她觉得是不可思议 还有一场是在奥兰多 有一个中风的一个病人 她说她手一直都举不起来 结果练了半个小时之后呢 居然手可以举起来 所以像种种也还有好多例子 不生没举 我觉得这些的经验呢 带给我我觉得非常的震撼 因为能够帮助一个人 让他得到健康这么快乐 所以让我觉得也非常快乐 快乐 这快乐的心情来自于我们 走出去开始帮助别人 是 那我知道说你们在那个 去美嘉行的那一趟旅程里面 听说也是去做了一个科学实验是吗 对 那个是在2011年的时候 那个师傅收邀到美国去做演讲 还有颁发这个身心灵健康整合奖 不是师傅去颁发了 师傅受奖 是接受了这个奖项 身心灵健康整合奖 还有就是健康推动成就奖 不容易是在这个是美国的一个单位颁发的 国际资商治疗协会 他竟然千里条条把师傅请过去 就是要颁发这个奖 是因为师傅在做平甩尘埃 真的是简单的方法却帮助了很多人 对 在那场研讨会里面 很特别的就是我们做了一个科学实验 那时候有一个师兄呢 他平甩了10分钟 就用一个仪器 就发现他的脊椎本来是侧弯的 当时我们在做科学实验的时候 你看他在这个练功之前 本来身体两边左右能量 他是不平衡的 结果呢一边甩子一边甩子 你就看他两边能量就慢慢慢慢平衡起来 对 不可思议 是 而且呢你看他的那个阿发波 蓝色的那个就是阿发波 阿发波也启动起来了 对一般这个阿发波就是一个修复 跟这个觉醒的 后面的荧幕那个蓝色的 就是我们的阿发波出现咯 是 那这个阿发波一般在西方的医学里面呢 是只有催眠或是静坐的时候 才会有阿发波 那我们是在平甩的时候 而且10分钟之后就阿发波就起来了 对 非常的不可思议 我记得当场有个科学家啊 他就说Amazing Miracle 对我们当时就对Amazing这个字就觉得哇 感觉非常的舒胜 是是是觉得好有成就感 李凤山师傅啊 他这位功夫高手 是 他会那么多的武功 那么多导引术 那么多气功的动作 但是他为什么独独就是推这个平甩功 那为什么我们在线上做这个线上直播讲座呢 我们也是独独的每一集每一集啊 都不断的要叫大家来练这个平甩 就是因为这个运动 这个动作超级简单 可是他却如此的有效 你想想看 我们甩10分钟就能够进入安定的状态 阿发波就出现 对 于是你的自愈系统就被启动了 神医就出现了 是是 哎呀是不是 10分钟就把神医叫起来了 对 多么快速有效的一个方法 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 您呢要持续的来订阅我们的节目 要给我们打赏 按赞 还按小铃铛 还要怎么样呢 分享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举手之劳 都把这个节目来做分享 相信啊 我们平甩会跑得比 新冠病毒还要快哦 我们现在真的要加快脚步了 我们知道呢 大林师姐最新的职业又有不一样了 这张照片 需要法 是这个缘起我待会讲一下 那其实呢 我觉得师傅启发了我 就是师傅有一个梦 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散法 这个瓶甩 能够传遍全世界 而且呢能够带给大家健康 而且可以世界和平 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子呢 启动了我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发愿 也跟着师傅曾经到欧洲去 去传这个瓶甩工 那个时候呢 在欧洲我们曾经去逛了这个 德国海德堡的一个药学博物馆 药学博物馆 里面都是药 对 里面有上万种药 师傅那时候就很感慨 你看人类这这么多的病苦 难道要靠这些药物吗 吃这么多药物 光靠一个瓶甩工就可以解决了这么多的这个问题 而且还不让人有这个耗力勿扰的习惯 只要这个自我锻炼 搭配一个正确的饮食 我们就可以得到很好的健康 是 所以那个时候师傅就说 那我们就来开间需要房啊 不是需要房 是需要房 这样就不用吃任何需要了 你就可以得到这个你所需要的健康 所以我们就提供品质保证的各种健康有机 而且很天然的这个食材还有食物 就帮大家做严格的把关 而且可以让你整个人提升 非常有正能量 而且这个是长长久久的 不是说只有一时的 对 所以呢 您有什么需要 来欢迎就到我们需要房 来找我们的屈小林师姐 在过去呢 我都是很努力的在工作 做事情 好 来到眉门呢 就开始学做人 师傅那时候就提醒我 其实我们要来眉门学做四种人 第一个就是月人给人快乐 第二个就是亲人服务人群 第三个就是艺人对人有益 第四个就是为人为人着想 所以在这个需要房的过程中呢 我就深刻的体认到 当这四种人呢 非常的快乐 不仅别人快乐 别人健康 自己也非常的快乐健康 因为我跟大林认识很久了 你还是我第一个教练 就是透露我的年纪 教练 对 这个他当时进来的时候啊 那个脸上很少有笑容的 因为总是来匆匆去匆匆 每次总是感觉又心又匆匆啊 但是现在不一样 哇 充满阳光的笑容 对不对 非常的开心 我们希望呢 在这个疫情来临的时间 虽然我们许多的人呢 都被隔绝了 我们却希望透过平甩 透过我们的直播节目呢 把您跟我的距离拉近 透过我们一起来平甩 创造一个和谐的共振 创造一个稳定的磁场 能够让全世界的人都感受到这股和平稳定的力量 这一次我们谢谢屈小灵师姐 是我们的大灵师姐 也是我们需要访的负责人呢 上来跟我们分享神医的力量 希望大家透过这一集 都能够对身体有更多的认识 是 自己对自己的健康负责任 我们谢谢屈小灵师姐 谢谢 也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平甩防疫强健生命 大家一起来 每两周一次的星期天上午呢 平甩线上讲座直播节目 会探讨李凤山师傅的养生主题 欢迎大家持续来收看哦 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 好吗 好吗 好吗